今天我們來到嘉道理農場的廣場 這裡種了很多植物和樹木 非常漂亮的 嘉道理農場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他們種了很多蘭花和雀巢蝶在樹枝樹幹上 就像我身後面這棵樹一樣 非常之有生命力 今天我就想示範一下 怎樣畫一棵雀巢蝶在樹枝上生長的情況 我們開始畫畫之前 首先找個位置坐下 然後我們留意觀察一下這棵樹的生長形態 和它的色澤變化 我們首先畫了這個樹枝樹幹 然後再畫在上面的雀巢蝶 我們用一支深的啡色 首先勾勒了樹枝樹幹的形態 一般樹枝的底部是會暗一些的 上面的部分是受光所以是光一些的 所以我們畫過形態的時候 底部可以深色一點 然後我們用一支淺一點的啡色 就畫第二層的橫色 第三層受光位就是一個土黃色的 淺一點的色調的 會製造一個漸變和立體的效果 然後一般樹枝也有很粗糧的樹皮 或者它的紋皮 我們都會畫一個短短短短的 短線的筆竹 就表達樹皮的質感 同樣是光的位置 有一個淺的米色 畫的樹皮的質感 大家看到可以很快就可以 表達到一個樹枝樹幹的效果 那我們畫完這個樹枝樹幹 然後可以畫樹上面的雀巢蝶 雀巢蝶就生在這個樹芽 我們首先用一支淺的綠色 勾納葉的輪廓 和生長方向 這個雀巢蝶的底部 都有一條比較硬深色的葉蝶 我們都要表達出來的 它葉的頂部 它會比較受光一點的 同樣我們用淺黃色 就要表達那個光的位置 在它的近底部 是深綠一點的 我們是用一些深一點的綠色 分別出來 之後呢 我們要處理它的底部 那些膚位 或者那些泥 負殖質 那很多時候它的膚葉 都會掉下來的 那我們呢 用一支淺一點的米色 或者淺的土黃色 就是配搭那個膚位的那些葉 那在它光的那些部分 就可以用一些比較明亮的色 甚至我用一支黑色 將它highlight出來 那麼那個膚葉的層次呢 就會更加出的 那畫到這樣 如果我們覺得那些顏色 掉了一點 或者是黑色 之後呢 我們要補回去的 很多時候畫畫 都是整體的來看的 覺得有需要增減的時候呢 就是要加回 或者減回 或者highlight 那個重點的 最後我也是把那個膚葉 再加強一次 這樣會令它整個效果會完整些的 再加強嗎 這個膚葉 還有一個 進步 5 5 6 5 5 感谢观看